奥特曼王国有一个传统 所有的小奥特曼在十岁的时候都要根据自己的天赋值来选择师傅 天赋值不同 选择的师傅也不一样 目前天赋值最高的小奥特曼是小迪加 他选择了最强的诺亚前辈作为师傅 教他奥特技能 就连天赋值最差的小戴拿也选择了泽塔哥哥作为师傅 其他的小奥特曼也陆陆续续地找到了自己的师傅 可在角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奥特曼小赛罗 他的天赋值为零 根本没有奥特曼愿意做他的师傅 他的同伴们都在跟着师傅学习技能时 他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羡慕 就算这样 他也遭到了其他小奥特曼们的嫌弃 小赛罗 我感觉光之国有你没你都一样 你的天赋值为零 根本就打不了怪兽 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家喝奶吧 我们不跟你玩了 你们真是太欺负人了 我小赛罗可不是好惹的 你真是干啥啥没用 说大话第一人 连个师傅都没有 真是丢死人了 你们都等着 我会变强的 说完 小赛罗扭头就跑了 然后小赛罗就为自己定制了一套魔鬼训练 每天俯卧成五百个 仰卧起坐一千个 就为了提高自己的天赋值 一个月后 小赛罗又去找了其他小奥特曼 可是等他看到小奥特曼们都已经进化为了真正奥特曼时 他真是惊呆了 为什么我已经那么努力了 还是一个弱鸡 和他们的差距还是这么大呀 伤心的小赛罗坐在大树下哭了起来 小赛罗 你不要想不开呀 你是谁 这时一个神秘人出现了 小赛罗 你不要管我是谁 只要知道我是来帮你的 真的吗 你能帮我变强吗 当然可以 在万米高空之上的神殿里 有一颗存在千年的力量之球 只要得到它 你就能得到传承 进化为最强的赛罗形态 但是你要去往神殿 必须要通过三位强大奥特曼的测试 小赛罗二话不说 直接去接受了测试 小赛罗 第一关测试 由我神秘超帅领加奥特曼来主持 你需要击败对面的霸王龙才能过关 天哪 真是太可怕了 难道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霸王龙一步步地向小赛罗靠近 突然走到前面 他停住了 小赛罗看在你是赛罗奥特曼儿子的份上 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便能让你过关 请问黑暗皇帝贝迪亚的外号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 他的外号叫做贝老黑 还有黑眉球 小赛罗 恭喜你答对了 顺利通过这关测试 小赛罗第二关 是在我面前展示你爸爸的绝招 赛罗光线 如果你不会 那你就失败了 哎呀 我这么小 怎么会问老爸的绝招呢 小赛罗 你别慌 只要小伙伴给你大拇指表情支持 那你就会充满力量哦 果然有了小伙伴的帮助 小赛罗直接浑身充满力量 轻易的就展示出了赛罗急速光线 不愧是赛罗的儿子 真的是潜力巨大 小赛罗最后一关是我奥特之王亲自测试 想要得到能量球的传承 必须是要内心善良的人 你现在坐到对面的那把神奇的椅子上 如果你是最善良的奥特曼 椅子就会出现光注 奥王前辈 我愿意接受测试 我一直都是一个善良的小奥特曼 最乐于帮助人了 于是 小赛罗就坐到了椅子上 没过多久 椅子就发出了环绕的光注 小赛罗 你内心善良 是个优秀的小奥特曼 恭喜你通过我的考验 通过测试的小赛罗 顺利来到神殿 坐下来吸收了能量球里面的传承 随后变成了黄金赛罗形态 从此它不再是弱机 每天在城市的上空巡逻 保护着地球的安全